日前 中央企业9名管理人员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现通报如下 以中国邮政纪地事业部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李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 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邮政纪检监察组和河北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二新兴计划集团原总经理助理陆昭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 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司委纪检监察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音过冷蒙古自治州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三 中国联通联通资产运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清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 正接受中国联通纪检监察组和山东省资博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四 中储粮集团资产管理部原副部长高正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 正接受中储粮集团纪检监察组和北京市门头沟区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五 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景下特种作业公司原经理师建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 正接受中国石化纪检监察组和河南省徒阳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六 东方电器集团洪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原欧额大局经理严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 正接受洪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纪委和四川省德阳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七安钢潘钢矿业新贸公司原副经理杜泽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 正接受潘钢矿业生产服务分公司纪委和四川省潘之花市西区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八 中粮集团中粮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立坚中古成德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司总经理佟纪怀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 正接受中粮贸易有限公司纪委和河北省成德市宽城满足自治县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九 中粮集团中古成德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谢维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 正接受中粮贸易有限公司纪委和河北省成德市宽城满足自治县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9 中粮食储备有限公司纪委和河北省成德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司